我是有钱但嚣张的恶毒女配 开学那天 拿钱使唤被我资助的男主帮我搬行李 却被女主义正辞严的指责 同学 尊严比钱更重要 你怎么能这样羞辱人呢 我觉醒后 看了眼满脸厌恶的男主 转头对吃瓜的学长道 给你两千 帮我搬下行李 女主愤慨拦住学长 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学长扒拉开他 姐 你去旁边发颠吧 别耽误我赚钱 40度高温的校门口 我中暑晕倒了 在我旁边的谢瑞 没有扶我 看了眼表 不耐烦道 你以为你装冤我就能妥协了 赶紧起来 很丢人 我恍恍惚惚的睁开眼 脑海里被塞入一段剧情 原来我是本校园言情小说里 有钱但嚣张的恶毒女配 被我家资助的谢瑞 是这本小说的男主 她清高 孤傲 对我这样的附加千金 尤为不屑 跟我考上同一所大学后 对同样是金钱如粪土的女主 一见钟情 俩人同仇抵抗 一边享受着我家的金钱和资源 一边骂我 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 最后 他们搞垮我家公司 害得我家破人亡 莫聊 对着锒铛入狱的我嘲讽道 你有钱又怎么样 我们的尊严和骨气 才是无价之宝 而眼下 正是大一刚开学 我拿钱胁迫谢瑞帮我颁行李 被女主打抱不平 俩人一见钟情这天 我在路过同学担忧的目光中 慢慢站起来 还没来得及说话 旁边陡然传来一道柔弱的女生 同学 你不要以为 有钱就能为所欲为 尊严比钱重要 就算你资助了他 他也有独立的人格 你凭什么要求 他必须听你的 这也太羞辱人了吧 我转头 对上一张眼神淡然的脸 他叫徐若若 是大我们两界的学姐 在校门口迎新 十分钟前 我和谢瑞 从劳斯莱斯上下来时 便吸引了他的注意 我指着成堆的行李 要求谢瑞帮我搬到宿舍 而谢瑞刚下车就变脸 厌恶地拒绝我的场景 尽数落入了徐若若的眼中 我吃笑道 如果不是受我资助 谢瑞现在还不知道 在哪家餐馆打工呢 我家资助他三年 给他花了三十多万 让他帮我搬的行李怎么了 徐若若皱起眉头 义正词言 他能考上大学 是因为他自身优秀 就算你家不资助他 也会有别人帮助他 你这是邪恩以报 况且 困境更能抹恋一个人 就算他没钱 但我觉得 他以后肯定比你有作为 谢瑞早已受够了我 此刻有个女生护他 懂他 他深受感动 看向徐若若的目光 满是柔情 谢谢你 谢瑞这副皮相不错 露出这样温柔的神色 徐若若脸红了顺 他柔身安抚道 同学 遇到不公就要敢于反抗 别怕他不资助你 我们大学有奖学金和补助 再加上勤工俭学 怎么都够了 我也会帮你的 你不必再受他的压迫了 你话可真多 我翻了白眼 外面四十度高温 我可不想继续受罪 于是转头 对迎新的学长问道 我出两千 能帮我把行李搬到宿舍吗 吃瓜的学长一听 顿时眼睛都亮了 他正打算站出来 然下一秒 徐若若便拦在了他的面前 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位同学 我们是不会助长你这种歪风邪气的 他话音刚落 学长猛的将他扒拉开 姐 你去旁边发颠吧 别耽误我赚钱 断人财路 犹如杀人父母啊 徐若若 他难以置信的看向学长 周柯 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你这学期不是要竞选学生会副主席吗 怎么能帮这种品行败坏的人呢 周柯白了他一眼 徐若若 迎新本来就要帮他们搬行李 他愿意付仇金 我愿意帮他的忙 你要是想也可以帮他呀 又没人拦着你 徐若若脸油红转白 这种不义之才 送我都不稀罕 他说着 转身接过谢锐的书包 同学 我送你到宿舍楼下吧 不用你给钱 谢锐温柔的跟他道谢 和刚才骂我装晕的样子 盼若两人 周柯看着俩人的背影 按骂了声有病 转头对我狗腿道 大小姐 小的帮您拎行李 我的东西很多 周柯搬了两趟才搬完 他离开宿舍时 我给他扫了两千块 周柯看见到账记录 笑得连声跟我道谢 直呼遇到财神也 眸光一转 但看见学生会的群消息时 又狠狠皱起眉头 我直觉跟我有关系 问了句 怎么了 周柯索性把手机拿给我看 就徐若若那个神经病 在学生会小群里 宣扬我为了钱脸都不要了 给人当狗腿子 号召大家在换届选举会议上 不要给我投票 我看了眼群消息 徐若若平时人员不错 刚发消息没多久 就有几个拥护者站出来 支持若姐 咱们学生会 向来秉持公正联名的原则 周柯的行为无疑是种隐患 要是别的同学知道他受贿 我们还怎么立威 就是为学生服务 本就是我们的职责 收钱就不对了 搞得好像咱们是为了钱财似的 那个叫谢瑞的品行端正 若姐 她有兴趣加入学生会吗 徐若若回复道 我也看好她 想把我学习部长的位置传给她 等她参加选举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帮她投票 我随意扫了眼 吃笑了声 他们是真觉得收钱不对 还是只是因为 这钱没落到自己手里 心里不平衡 周柯问我笑什么 我摇摇头 道 申请加入学生会的报名表有吗 周柯 有 我道 给我一张 军训结束后 学校迎来换届选举 谢瑞在选拔现场看见我时 微微一愣 我俩不是一个专业 军训这段时间 从未碰过面 原本她是我家资助 答应了我爸妈 在学校多照顾我 但她早就说过我的刁蛮 徐若若说的对 林家资助她 不过是看中她有前途 自己凭什么要扶低做小 放低姿态 现在她已经读了大学 有了更广阔的天地 以后前途无量 该林家讨好她才对 徐若若也看见了我 她皱起眉头 她怎么也来了 转头见谢瑞将目光 放在我身上 她立马道 你放心 我们学生会 都是品性高级的人 绝对不会让林青棉 这样的公主并进来 破坏学生会的风气的 很快演讲开始 徐若若率先上场 我本次竞选的是 学生会副主席 大家都知道 我向来清正联名 和某些见钱眼开的 拜金男不一样 也绝不纵容贿赂行为 只要有我在 就能维护学生会的 优良作风 她说完 意味深长地扫向我和周科 她原本是学习部部长 这学期本没把握 竞选副主席 但周科自己作死 她这也是顺势而为 徐若若发言完 没多久就是谢瑞 她竞选的是学习部长 本来一个大义新生 是没资格上来就选部长的 但徐若若早已打着 品性高级的旗号 在群里为她拉过票 且她发言的内容 会声会色地讲述了 她是如何兼顾了学业和赚钱 顺带还要伺候我这个大小姐 最后以高分考入这个学校 她说完后 底下响起掌声 连校领导都点头道 这个学生不错 徐若若对她温柔一笑 稳了 没过多久 我揣着银行卡上台了 底下的同学和老师一脸问号 不是 见过拿演讲稿 哪有盘的 谁家好人拿银行卡呀 迎着他们异样的目光 我倾壳了声 道 大家好 我来竞选学习部部长 我的优势就是有钱 只要你们选我 以后部门内一个月两次的团建 学生会内部组织的活动 我都包了 说完 我两指加起黑卡 笑盈盈的展现在大家面前 徐若若脸色猛的就变了 他站起来 指着我大声指责道 学生会每个成员都是讲实力的 你没任何资历和实力 拿钱有什么用 你这是行贿 我抬眼直直的跟他对视 谢锐也是新人 论实力和资历比我强在哪 他品行端正 不会为了钱而出卖自己的尊严 学生会需要这样的人 而不是你这种仗恋有钱 就可以以止气使 随意践踏别人尊严的公主病 谢锐也满脸厌恶的附和道 林青年 你以为他们是高中那群势力演 谁有钱就巴结谁吗 现在谁还稀罕你们几个臭钱 我无所谓的耸耸奸 结果会教他们做人 十分钟后 票数统计完成 在学习部部长这个职位下面 赫然是醒目的林青年三个字 徐若若难以置信 为什么 你们谁给他投票了 会议室 戴着眼镜的女生举手 我投了 我觉得同是新人 还是要选个对学生会帮助 更大的比较好 接二连三的老成员们也纷纷举手 我们团建和举行活动 需要经费 有他在 以后就不用扣扣嗖嗖了 林青年家境富裕 教育良好 比谢瑞和事多了 空投支票 谁不会开呀 还是拿在手里的利益 更实在 最后 就连领导也拍板同意 没办法 谁叫我给的太多了 连校领导都不敢承诺包 活动经费 徐若若气得眼睛都红了 学习部长被抢就算了 副主席的位置 也因为我替周克拉票 而落到了他的头上 现在的徐若若 一下子沦落为小成员 他自然不甘心 他指着会议室里的同学 痛心疾首道 我原本以为 你们都是有骨气有尊严的 没想到也都是一群势利益 不就是几个臭钱吗 像我和谢瑞这般坚持原则 坚守底线的人 早晚会比他更有钱 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这样的学生会不进也罢 他说完 拉着谢瑞气势汹汹的离开了会议室 大家看着他的背影 面面相去 莫名其妙 那个 徐若若好像很生气 要不然谁去哄哄 毕竟他之前也挺尽责的 大家犹豫着 这时 我笑着道 为了庆祝我刚加入 今晚我请客 大家都来 他们话风一转 但是话又说回来 谁不尽责 就他一个人自食清高 学生会又不是非他不可 是啊 他自己不也训思给谢瑞拉票吗 凭什么指责我们 换届选举结束后 学校终于放假 周末 司机来学校门口接我 见诊我一个人 他探头问道 谢瑞呢 小姐 你们又吵架了吗 谢瑞家住农村 15岁那年 村里发大水 冲垮了他的家 淹死了他的父母 我爸妈资助他后 他便搬到了我家 按照原文剧情 我在谢瑞面前 骄纵跋扈 只是想引起他的注意 我们经常吵架 大部分时间 都是他不理我 我还要眼巴巴的凑上去 所以张叔才会这么问 而现在 我轻蔑的笑了笑 他也配跟我吵架 从今天起 他跟我们邻家 再无半点关系 张叔愣了下 这时 谢瑞刚巧从校门口走出来 一眼便看到张叔的车 很绝 现在不还是叫司机张叔 乖乖地把车 停在校门口等他 谢瑞冷吃了声 转头便朝公交车站走去 他偏不上车 就等我憋不住叫他时 他一定要将这个月 受的气全发泄出来 谢瑞自信地往前走 然而 他都要走到公交车站台了 还没听见我的声音 他疑惑地转过头 却发现 校门口哪里还有 劳斯莱斯的影子 谢瑞脸色黑了下去 但没事 只要自己坚守原则 贫贱不能移 我早晚会像个哈巴狗一样凑上来 而我本人回到家里 立马改了别墅的密码 然后洗澡换衣服 吹着空调 美美地吃西瓜看漫画 等谢瑞转了三趟公交 又打了个车 终于拖着疲惫的身体 抵达别墅时 他一边抬手 恶狠狠地输大门密码 一边咒骂 张叔怎么不能叫我上车 林青棉的性子 就是被他们灌出来的 我这次回去 一定要警告他们 伴随着他咬牙切齿的声音 门锁机械的女生响起 密码错误 谢瑞一愣 又反复输入两次 密码连续输错三次 以启动安保系统 下一秒 几道手电筒强光打在谢瑞脸上 谁 谢瑞躲开强光 道 是我 谢瑞 开门 保安是上个月新来的 并不认识他 文言指道 谢先生 你想进来的话 联系林小姐吧 没有允许我们 不能随便给外人开门 外人 谢瑞顿时怒了 我不是外人 我就住在这里 保安 那您怎么会不知道密码呢 谢瑞脸色黑沉 他知道 可他没想到 林青年居然把密码改了 他一定是故意这么做 想让自己低头求和 若是以往 谢瑞肯定转头就走 可现在他筋疲力尽 且心里压抑着巨大的怒气 急需对林青年发泄 于是 他瞪了眼保安 拨通了我的电话 我正抱着漫画嘎嘎乐呢 手机铃声响起 我看也没看得接起 电话那头 传来谢瑞暴怒的声音 林青年 任性也该有个度 你不会以为改了别墅密码 就能拿捏住我吧 赶紧把门打开 我不想跟你玩这种幼稚的把戏 哦 谢瑞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脸色愈发黑沉 等会儿门打开 他一定要痛斥我一顿 可他等了许久 天都要黑了 迟迟不见别墅门打开 他的怒气直线飙升 又一个电话甩过来 林青年 你特么开的门呢 我挖了勺西瓜 嚼嚼嚼 开门 我为什么要给你开门 西瓜真好吃 谢瑞差点吐出一口老血 你不给我开门 我怎么进来 这是我家 你进来干什么 怎么 谢瑞 你自己没有家吗 谢瑞难以置信 林青年 就因为我在学校 不惯着你的大小姐脾气 你就要如此羞辱我 我和你只是资助人和 被资助人的关系 我不需要你惯着我 我说 这是我家只是在陈述事实 没有任何羞辱你的意思 说完 我又要撂电话 谢瑞却堵定 我在闹大小姐脾气 他咬牙切齿的 我没功夫跟你耍嘴皮子 林青年 当初是你家求着我住进来的 我不记得有这回事 就算有 那你就当我求你滚出去吧 我懒得废话 挂断电话 顺手将谢瑞拉黑 挂断谢瑞电话没多久 我爸就给我打开电话 绵绵 你跟谢瑞吵架了 怎么半夜把人赶出去了 我想起原书中 爸爸入狱的结局 鼻头一酸 爸爸很忙 极少回家 但对谢瑞也偶尔有关心 他却恩将仇报 我将学校发生的事 告诉了爸爸 爸爸一听 果真语气沉了几分 没想到他这么心高气熬 竟连你都不放在眼里 反正资助合约已经到期 爸爸以后不会再管他 随他去吧 原剧情理 爸爸看到我对谢瑞上心 且他老是可靠的份上 在他上大学后 没少培养他 甚至让他进邻家公司 正因如此 给了谢瑞可乘之机 搞垮了我家公司 可现在知道学校的时候 我爸立马打消了 培养他的念头 另一边 谢瑞告完状 还在等我打电话 求他回去 毕竟在他看来 自己这么优秀 我爸这么器重他 肯定会劝我的 然而他等了两个小时 毛都没有 这时路边停下一辆电动车 徐若若摘下头盔 心喜道 谢瑞 你怎么在这儿 谢瑞将刚才的事告诉了他 不知道内何 他对徐若若有种莫名的亲近 徐若若听完 义愤填膺 林青年也太过分了 凭什么高高在上 你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 站在巅峰打他的脸的 我们不稀罕 他那破别墅 你要是没地方住 可以住我家 谢瑞眼眶微红 十分感动 果然只有徐若若最懂他 住你家 不太好吧 没事 反正我也是租的房子自己住 徐若若将谢瑞带回自己的出租屋 房子不大 只有50平 谢瑞只看了一眼 便微微促起了眉头 太狭窄了 连林家的卫生间都比这大 徐若若局促的声音传来 屋子比较小 你将就一下 谢瑞摇摇头 小又如何 比林家不知舒服多少 徐若若脸色微红 你放心 我才不会像林青年那样高高在上 我觉得你很优秀 只要你在大学 汲取到足够多的知识 总有一天会功成名就 打林青年的脸 让他知道 钱并不是万能的 谢瑞心想 是啊 自己高考比林青年 多考了60多分 不就证明了他的优秀吗 金林岂是池中物 他早晚能腾飞 狭窄的出租屋内 两人互相含情默默的看着彼此 红了耳根 没过多久 谢瑞就跟徐若若 确定了情侣关系 没有我这个恶毒女配 从中作梗 他们的关系稳定的升温 我和谢瑞 每周有两节相同的大课 上课时 总能看到徐若若 陪伴他的身影 然而这一天 谢瑞是跟他室友一起来的 他的室友看见我 捅了捅谢瑞的胳膊 兴奋道 谢瑞 那是不是林青年啊 我听说你俩是高中同学 你认识他吗 可以帮我 去要个联系方式吗 谢瑞正在听课 自从他被我赶出邻家后 便打算发愤图强 平实力狠狠打脸我 因此听见我的名字 他皱眉不耐反道 林青年这种 娇蛮跋扈的千金小姐的联系方式 有什么好要的 难不成你想被他羞辱尊严吗 室友翻了个白眼 你还不知道吧 林青年上个月刚代表我们学校 拿到全国小提琴比赛冠军 狠狠给咱们学校争了把光 像他这么优秀的人 性子骄纵些怎么了 我要是有这样的女朋友 巴不得捧在手里宠着呢 就是他另一侧的男生 也凑过来八卦 而且我听说 他对学生会的成员非常大方 经常请客吃饭 送小礼物 就算不谈恋爱 能认识这种大小姐 也是老奴的荣幸啊 他们本就是随便聊聊八卦 然而听在谢锐耳中 却像是故意在他面前炫耀般 他还在为了奖学金 埋头苦学 没时间参加校内外活动 而林青年已经拿到全国比赛的冠军 谢锐的笔尖恨不得戳穿英语书 目光也不自觉的 死死的锁在了我的身上 我今天穿了件白色的针织衫 阳光打在身上 为我剁了层柔和的光 我单手撑着下巴 一边听课 一边做着笔记 谢锐看着看着 忍不住出神的想 林青年认真听课的样子 看起来似乎没那么让人讨厌了 而他望着我发呆的这一幕 正巧落在提前上完体育课 打算来接谢锐下课 给他个惊喜的徐若若眼中 下课林响起 我抱着英语书 刚准备起身离开 徐若若猛的出现 拦在我面前 林青年 你别以为处心积虑的接近谢锐 他就会原谅你 他永远不可能 喜欢你这种高高在上的大小姐 哇 人在教室坐 郭从天上来 教室里都是还没来得及走的同学 看见有瓜痴 纷纷围了过来 这不是我们辅导员助理吗 学姐 发生什么事了 见有人认出自己 徐若若自以为有了后盾 连珠炮搬倒 想必你们都认识林青年吧 仗着家中有钱 从不把人放在眼里 天天使唤谢锐 想要引起他的注意 之前还大半夜的 把谢锐从他家里赶出去 现在又眼巴巴的凑上来 不就是想跟他和好吗 我让他从我家离开 有什么问题 其次 这节英语是大课 我也在这个教室上 怎么可能 我前面两次陪谢锐来上课 可从来没看见你 因为我前面都在比赛 拿了三次全国冠军 你难道不知道吗 徐若若脸色一僵 他的确不知道 他整天围着谢锐转 早就不怎么关注学校的事了 就在这时 谢锐黑着脸 从后面走过来 徐若若赶紧拉住他 阿锐 他真的没有在缠着你吗 谢锐面无表情的扫了徐若若一眼 他刚才的声音不小 这下所有人都知道 他谢锐寄人篱下 还被人赶出来了 他忍住甩开徐若若手的冲动 冷冰冰吐出两个字 回去 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外走 徐若若瞪我一眼 赶紧跟上去 快走出教室时 谢锐回头看了我一眼 想到刚才是有惊叹的眼神 又看看徐若若 想到他刚才撒泼的那幕 有什么复杂的情绪 悄然在他心里自生 那天过后 我更加忙碌 因为觉醒剧情的事 让我明白 外人始终是靠不住的 我要自己强大 哪怕不能像我爸那样 将公司做大做强 起码也要保证不破产 爸爸不相信 娇气的女儿能吃这个苦 在我的要求下 答应我 只要期末能拿到一等奖学金 就让我进公司学习 与此同时 原本一心学习的谢锐 却变得心圆一马起来 某天早上 我刚沉跑回来 便收到一条微信 在吗 看了眼备注 居然是谢锐 我一边吃早餐 一边哗啦了一下聊天记录 不得不说 我以前对谢锐是真的好 虽然语气骄纵了些 但几乎都是我发十几条 谢锐才回忆两条 且极为不耐烦 我择了声 立马将他拖入黑名单 一学期时间一晃而过 期末会总时 我代表全校师生 作为优秀学生 上台演讲 此刻的我 穿着白色礼服 整个人在聚光灯下 一一声灰 谢锐坐在台下 眼神死死的盯着我 活动结束后 我去后台换礼服 还没来得及换衣服 休息室的门打开 谢锐双手插兜 眸光定定的锁住我 我猝起眉头 你找谁 谢锐道 找你 林青棉 你怎么把我微信拉黑了 我吃笑道 为什么拉黑你 自己没点数吗 我的本意是跟他批清关系 然而谢锐不知想到什么 突然勾起一抹自信的笑 我知道了 林青棉 你这又是为了引起 我注意的什么手段吧 我 谢锐走进休息室 同时打开手机 他并没扇我 因此还能看见 我俩之前的聊天记录 屏幕上 几乎全是我的消息 谢锐道 以前你那么甜我 我对你视而不见 所以你生气了 故意拉黑我想要引起我的注意 好让我找你把你加回来 我一口气差点没提上来 谢锐 你该去看看脑科了 你又在嘴硬 你这些骄纵的把戏 我早就习惯了 他说着 视线在我身上流转 接着道 你这些天的改变 我都看在眼里 实话说 你这次的战术品成功的 我不耐烦的看了眼时间 你能说人话吗 谢锐喝了声 网上不都说 只有自己变优秀 才能配得上更好的人吗 不就是因为 我之前指责你公主病 你才这么努力 让我改观 好引起我的注意 你神经病吧 我努力说我自己的事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可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再说了 我拿了五次果奖 你说我配你 我甩你十八条街好吧 谢锐皱起眉头 我高考成绩 比你高六十多分 不正说明我比你优秀 况且 你爸爸之前有心栽培我 想让我进他公司帮忙 不正式看中我的能力 承认吧 林青年 就算没有钱 我这样的人 到哪都会闪闪发光 我敷衍的笑笑 那就等你先发光再说 说完 我抬手打开手机 将刚才录的音频 转发给了周柯 当我发给徐若若 言辟 绕开谢锐 跟躲神经病似的离开了 下午的时候 徐若若就找到了我 林青年 你给我发的录音 什么意思 挑拨我跟谢锐的关系吗 我挑没道 挑拨 他主动找我 跟我讨论 什么配不配的问题 难道你不更应该 去质问你的男朋友吗 我相信谢锐 但我不相信你 他警惕的看着我 我早就听说 你喜欢谢锐 可他看不上 你这样的公主病大小姐 你死心吧 别以为用这种下作的手段 就能拆散我们 我俩品性高姐 绝不会为你低头 他说完 当着我的面 删除音频 气冲冲的离开 我吃笑了声 目光隐晦的 瞥了眼不远处的树下 谢锐正站在那里 刚才徐若若为了他 挑衅我时 他没有站出来 事实上 谢锐原本是想过来的 可他看见光鲜亮丽的我 和平平无奇的徐若若时 却怎么也卖不动步子 谢锐愣整许久 回到出租屋 徐若若给他炒了个蛋炒饭 他吃着蛋炒饭 听他在一旁碎碎念 这个月 房租水电刚浇了八百多 我家里给我的生活费 不够用了 下个月 咱们得省着花了 阿锐 暑假我们去找个兼职吧 谢锐有些心不在焉的点头 好 徐若若动作很快 第二天 就满脸兴奋的对谢锐到 我找了个辅导小朋友 我打开别墅铁门 看见是他俩 顿时会气得皱眉 怎么阴魂不散 家教是小姨给小侄子请的 他要上班 就把侄子托付给我了 我最终还是开门让他俩进来了 一进别墅 谢锐就开始四处打亮 看着看着 眼睛就红了 我对他们道 上完今天的两节课 下次就不用来了 徐若若一听 立马急了 凭什么 林青年 我们又不是你请的 你有什么资格不让我们来 我小姨那边 我会去跟他说清楚 然后给我侄子换个家教 毕竟你们的三观和我们不一样 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也不想你们带坏我侄子 林青年 你这是以权谋私 徐若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家教的工作是我们争取来的 就因为你的一句话 就要断送我们的努力吗 你未免也太霸道了 难怪谢锐不喜欢你 我的脸色冷了下来 谈努力 你们未必比得上我 更何况我有拒绝你们的底气 你要真那么是金钱如粪土 就别舔着脸来撞我这笔钱 听见这话 徐若若和谢锐脸色黑成锅底 谢锐满眼失望地看着我 林青年 我以为这段时间你改进了 没想到还是如此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放心 以后我绝不会再和你有任何瓜葛 他刚才真是疯了 居然冒出要跟这种大小节弹劾的想法 我抱胸 冷笑了声 想到原剧情 再也忍不住 正好 我也不想再和你们扯上关系 只是送你们走钱 我还有几句话送你们 谢锐 别整天一副林家和我欠你的样子 你自视清高 是真以为尊严比钱重要 你只是不想让别人说你闲话 被地理骂你 靠女人而已 要不是我骄纵脾气差 你还想卵饭硬吃 这话说完 谢锐脸色陡然一变 徐若若也挺起胸 想帮男友说话 我又指着他 话锋一转 还有你 什么爱情物价 什么品性高洁 你不过是看谢锐长得好 有本事 想在他身上投资而已 你俩倒是挺配的 各顶各的妆 我祝福你们 说完 我叫来保安 被赶出去前 谢锐眸光深沉 死死冰着我 林青年 你别太自以为是 当真以为我 稀罕你的臭钱 我上学时成绩优异 能拿奖学金 以后毕业了 也能自己创业 早晚会超过 你们林甲 你就等着求我吧 谢锐狠话放的响亮 然而第二学期 成绩出来 他看着自己年纪第二的名字 再看看 抬在他前面 醒目的林青年三个字 如遭雷击 怎么可能 林青年怎么可能会比自己考得好 他明明高考比他高60多分 明明一直名列前茅 是最优秀的人 谢锐之前一直觉得 自己向天选之子 只要想 没有做不成的事 但此时 他隐隐觉得 好像有什么东西变了 徐若若也看到了他的成绩 他的脸色 一下子垮了下来 年纪第二 怎么办 阿锐 你是不是拿不到奖学金了 这些日子 房租水电和生活费 耗光了他的存款 再没钱 他就要睡大街了 谢锐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你说话呀 阿锐 你的奖学金没了 咱们下个月的房租怎么办 谢锐回过神 第二的打击 本就让他心情极差 哪有空管这个 他略显不耐烦道 我怎么知道 房子不是你租的吗 你不能想办法 谁知这句话 却点燃了徐若若 连锐的压力 在此刻爆发 谢锐 你怎么能说出 这么没良心的话 房子难道你没住吗 你平时吃的东西 穿的衣服 哪样不是我给你准备的 你是个男人 不想办法搞钱 难不成要我养你一辈子 谢锐惊恶的 看向徐若若 什么叫养我 你说话为什么那么难听 你以前没这么物质的 徐若若 怎么连你也变了 我是不物质 可也要生活呀 谢锐看着眼前被生活压垮 面容憔悴的徐若若 又想起住在别墅里 光鲜亮丽的我 突然开口道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俗 真不知道 我当初是怎么看上你的 分手吧 他说完 推开错愕的徐若若 大踏步的离开 谢锐在教室走廊堵住了我 我醋没到 你这个点不去上课 拦下我想干什么 谢锐文言 眼睛一亮 你知道我这节有课 你还在关注我 说明你还是喜欢我的 只是看到 我跟徐若若在一起 伤了你的心 所以你才会做那些事 对不对 对 肯定是这样 你向来蛮横 眼里容不得沙子 会做出那么绝情的事 也正常 神经病 谢锐 我没时间看你发癫 赶紧滚一边去 好了 你别生气了 我已经跟徐若若分手了 你跟他分手 关我什么事 谢锐无奈又自信的看着我 我承认 你之前说的某些话是对的 我也承认你赌赢了 你不就是想看 我向你服软吗 我真的很想骂娘 但我的素质 不允许我说脏话 我掏出手机 冷着脸道 你再不滚 我就要报警告你骚扰了 谢锐见我真按了110 皱起眉头 林青年 任性也要有个度 我都来服软了 你还要怎么样 难不成真的要跟我老死不相往来 你别忘了 你爸爸一直把我当林家继承人培养的 以后你还要仰仗我 劝你别太过分 林家继承人 你在做什么春秋大梦 我吃笑了声 你觉得我家需要一个 只考得到第二名的继承人吗 谢锐脸色一僵 这只是暂时的 不论如何 这样的结果 就只说明一个问题 我打断谢锐的话 冷声道 你从前的确聪明 但你别忘了 像你这样的人 林家一年可以资助几百上千个 你特殊 不过是仰仗我 但你很蠢 居然不想着讨好我 反而跟我作对 那你就带着你可笑的自尊心 从林家滚出去吧 我说完 趁他愣神 转身离开 之后的时间里 我便忙着准备出国 爸爸看到了我的努力 决心栽培我 要将我送出国深造几年 签证办下来那天 学校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许久不去学校 这是 还是周科告诉我的 徐若若被谢锐甩了 手里的钱也花光了 现在马上实习的他 连住的地图方都没有 他找谢锐要点钱 帮他分担点压力 谁知道 谢锐指着他的鼻子 骂他拜金 徐若若气疯了 不知道从哪里掏出来一把刀 趁谢锐不注意 连着捅了他八刀 嘖嘖 刀刀见血 听说鲜血飙了一地 把周围的同学吓得要死 赶紧打电话报警了 不过没啥用 谢锐送到医院的时候 早就没了呼吸 徐若若也被警察抓了 具体怎么判也无从得知 不过这辈子算是毁了 嘖嘖 你说他俩好好的不行吗 非得跟你叫什么劲啊 哦 不对 你这么有钱 他俩这应该是跟钱过不去才对 居然真有人跟钱过不去 我看着这串消息 心里生起一股奇异的荒谬 他们可是言情文里的男女主啊 是经历无数阻碍 还高喊着爱情无价的纯爱战士 怎么我这个恶毒女配不配合 他们就沦落到这个境地 可我又觉得毫无违和感 脱离了小说中离谱的设定 比如我这个送钱送资源 哪怕被嫌弃被指着鼻子骂 都热脸贴冷屁股的女配 回归现实 他们的结局本就该如此 全文完